欢迎回到我们的二手车系列 今天呢 我们就带大家来到这个 Grand Merit 的 Federal Auto 来看一款非常有性价比的二手车 就是我身边的这个 Volvo XC90 T8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一下 我们的这个频道 OK 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 为什么这次我们带大家来 这个 Federal Auto 看这个二手车呢 就是目前市场上呢 你要买的二手车是有两个渠道的 一个就是一般的二手车商 另外一个就是原厂的认证二手车 而这个就是 Volvo XC 它们的官方二手车 我刚有跟它们了解一下 目前它们在贩售的是它们自己的用车 也就是可能是所谓的 Manager 车 那礼数啊 然后年份都是非常非常的新 而在 2023 年开始呢 它们才会跟着一个消费者 或者是它们的顾客 买回这个二手车来当官方认证的车子 而在它们卖出这款车子之前呢 它们都会进行检查 然后更换一些可能有问题的零件等等 确保消费者买到的是状态呢 跟这个车况都良好的车子 刚才其实我也出去外面试驾了一圈啊 所以这个车子的状态确实很不错 而且重点是 这一次它们的二手车呢 其实都是最新版本 也就是 462 HP 的版本 也不是旧的版本哦 OK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 重温一下 XC90 的外观设计 其实作为升级版呢 它在外观上面并没有太大的升级 还是拥有这个索尔之锤的日间行车灯 还有这个超级巨大的水箱护照 这个索尔之锤日行灯呢 它在一般的状况下它就是日行灯 但是当你打开方向灯的时候 它就会亮起层灯 视觉效果很好看 至于这个非常巨大的水箱护照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进风跟冷却的设计 因为呢这个引擎盖下方的引擎非常非常的大 2.0 Turbo Charge Engine 而且还有电动机等等 所以呢 它们就需要一定的冷却程度 来确认这个车子 时常都可以处在这个最好的工作温度下 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的水箱护照 当然你在这个 Volvo 的 Logo 这边 也可以看到镜头 它支援 360 度环景镜头 而且它的这个镜头显示效果 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 如果讲你是一个担心 这辆车太大量很难 Parking 的话 那么呢 这个环景摄像头真的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 至于在轮圈的部分呢 其实这一个 XC90 呢 它算是一台 E-Segment 的 SUV 所以这个轮胎尺寸 你这样子看就知道它很大 轮胎的尺寸是 275 45 R20 非常的爽 看起来视觉效果 然后这个刹车盘也非常的大 因为这款车呢 它的车重超过两吨 也就是两千公斤 所以它的这个刹车呢 自动效果一定要出色 才可以厚得住这辆车 而在我刚才去试驾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辆车的刹车系统 跟其实之前 相比呢它有进步很多 因为在一开始 大概是 2015 2016 版本的 XC90 它因为它有这个动能回收系统 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个刹车系统 有一点点的古怪 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但是这辆车上面 这个问题被解决了 我觉得这个值得点赞了一点 OK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尾部啦 至于车尾呢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它采用了这个非常方正的设计风格 而且这个看起来很像一把斧头 对不对 所以有人细称这个设计叫做维巾战斧 因为 Volvo 是一个北欧的平台 维巾呢 也是大家知道的就是北欧的这个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其他的重点 其实在早前呢 这一个 Volvo 的车款呢 他们已经更改了全新的命名方式 就好像这个 XC90 呢 它是 XC90 T8 然后 Recharge 但也不是以前的 Train Engine 呢 Recharge 呢 代表就是它是这个电气化的车款 这款车拥有这个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系统 这一个呢 就是这个 XC90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超值的一点 XC90 的引擎是 2.0 的涡轮增压引擎 配备电动机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 462 HP 峰值流率更是达到 709 Nm 我甚至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因为真的是开过了 你会知道这个加速是多么的爽 而且呢 除此之外 原厂也加大了这个电池的容量 所以呢 在存电续航里程的方面呢 它可以让你存电行驶更久 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 只是开车 从家里去公司再从公司回家的话 那么这个存电里程呢 可以足够你一天使用 而且不用一滴油 这一点是真的很不错 还有 偷偷告诉你们一个重点 刚才我有跟这个销售人员了解到 目前他们贩售的这个二手车呢 每一辆车的里数 基本上都是低于1万公里 所以很新 而且都是在 2022 年租车的 所以可能大家会担心这个 warranty 的部分 刚才我也跟他们check了 这个warranty呢 是从车辆注册开始的时候走 但是因为车辆全部都是 2022 年注册的 所以基本上他们还是有 4 年多的warranty 而在这个电池组的部分呢 则是提供了 8 年 16 万公里的保固 也就是在说在这段时间内 如果你的电池组有问题的话 是可以获得保固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你是跟着一个 Federal Auto 买着一个官方认证的二手车的话 那么他们会提供你一年的 Free Service 如果说欧洲车的话 通常都是 12 个月到 2 万公里 就要进行保养 也就是说你买了车之后的 第一次维护保养呢 是免费的 如果讲你觉得这个 一年的 Free Service 不够的话 没有关系 他们还有提供另外一个 Package 就是大概是 9,200 块左右 你可以选择 5 年的 Free Service 配套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类型的车 这个 9,200 块 我觉得还是值得花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考虑看看 想要买到这个豪华 XUV 的呢 一定会很在意它的质感 我可以跟你讲 我可以跟你打包票 SZ90 的这个质感呢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你只要你摸得到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皮革跟软质塑胶 而且这边还有真的这个木纹 摸上去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是 它配备的这个 Bowas & Wilkins 的这个高级音响 这个音响呢 你听了之后你真的会很喜欢很喜欢 这个听觉的效果真的是很爽 然后剩下的细节部分呢 这个升级版其实对比之前的版本呢 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啦 例如讲它这边加入了这个无线充电的这个基座 就是你的手机可以进行无线充电 然后这个很帅气的水晶排档杆呢 也换了一个新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新版本的设计风格更好看 而且这个真的是货真价实的水晶 这个价位的车款哪里可能会没有给到你这个真的水晶 对不对 整台车做起来就很有那种老板车的氛围 然后前方有这个抬头显示器 全数位化的仪表 然后这边有这个记忆座椅装置 然后这边还是有写着它是 Bowas & Wilkins 的高级音响 然后整台车做起来的乘坐感是非常非常的爽的 支撑性很好 然后这个柔软度也够 真的好像坐在你家里的sofa那样 然后重点是车顶还有一个超级大尺寸的天窗 而且还可以打开 如果是晚上出去要看下星星看下夜景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要讲的重点就是每一台WOWA都有的重点 就是异常先进异常丰富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也就是ATAS 这款车上面你可以想象到的这个安全配备它基本都有 像是这个前方撞击一景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 然后这个车车盲点侦测等等 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台车我最喜欢的系统其实就是它这个360度镜头 显示非常非常的清晰 而且呢除此之外 它还有这个autoparking 的功能可以帮你停车 可以帮你出去 如果你对于这个停车不是很擅长的话 我觉得这个功能绝对可以帮得到你 Bobo XC90 它的主打定位就是豪华家庭车 所以你在它的座椅等等细节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们都是为了这一点而进行去设计 进行研发等等 首先 这边有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触控式的设计 你可以控制温度 你可以控制风量 然后这个冷气出风口 不仅仅是在这边出风而已 在这个B柱上面呢 它也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甚至后面的C柱它都有冷气出风口 确保了第二排跟第三排整个 它们都吹得到冷气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很贴心的点 就是这一个 这个设计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设计其实就是为了小朋友 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可能身高不够 如果你坐在这种椅子上面的话 安全带其实给不到它们很好的保护 但是当你垫高了这个椅子之后 小朋友坐在上面 那么它们就可以有足够的支撑 来让这个安全带保护它们 这一点是Volvo的特色 因为Volvo一直以来都是主打安全性 它们的车款从以前到现在 最强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安全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每一点都是非常用心的 然后在这边补充一个小知识 其实Volvo是拥有这个3.4安全带的专利 但是它们选择让全世界的车商免费使用这个专利 所以为了推行这个安全呢 它们是不予以利的 OK 接下来我们再讲回我们的重点 然后就是讲这一个座椅 这个座椅每一张这三张座椅呢 其实都支援这个独立的调整 你可以独立的进行滑移 还有这个也是都可以 所以呢 你可以进行自己的调整 来获得一个你最喜欢的这个乘坐姿势 你最舒适的乘坐姿势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还有这个阅读灯的设计 而且这个阅读灯是LED 非常温馨的黄色 开启的时候 关闭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灯是慢慢的亮的 会保护你的眼睛 不让你的眼睛感觉吃烟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啦 遮阳帘 这个在马来西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以下这个就是XC90 第三排的乘坐空间表现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乘坐空间其实还算不错啦 然后它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然后有杯架还有一个小小的置物格 所以呢 主要如果你的身高没有太高的话 坐在后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身高比较高啦 我身高181cm 所以我坐在后面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摇迫感 但是你身高没有这样高的话 坐下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加上这个第二排的座椅 还可以向前后滑移 所以后部的乘坐呢 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空间表现啦 当然呢如果你需要载物的话 这个第三排的座椅 也可以倒平来获得更好的空间表现 好啦看完了这辆车的重点之后 我们去简单试驾一下这款车 OK 现在我们就试驾一下这个 SC90 T8 的升级版车型 这个升级版车型 其实推出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是有半年还是一年左右啦 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综合的最大马力 可以提升到了462 HP 左右 你想一下你花这个大概是一个 40 万令吉左右 你可以买到一个400多马力的车 这个加速一定是很爽 虽然讲这辆车的车重有大概是2吨以上 但是这个动力配置放在这边 真的是比足够还足够真的是很爽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一次 这辆车的这个电动机呢 它的马力也是有提升 然后超过100 HP 然后电池也有加强 所以这辆车可以提供比之前的车款 更长的纯电动续航历程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因为我们其实是在这一个 一般的这种达曼如家车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在 使用这个纯电动模式来行驶 可以必须讲的呢 这辆车的纯电动模式行驶呢 是感觉很爽的很轻快 你不需要像一般的汽车轻向去拉RPM 它才会有一个动作 其实不会 它完全就是用这个电池来走 所以你可以听到现在 我不讲话啊 是不是很安静 这个就是这种PHEV车款的好处 如果我讲今天你工作的环境 大概是离你的家 大概是有一个二三十公里 来回大概是六十公里左右 这辆车都一直可以维持存电行驶 也就是讲可能你在上班的时候 完全都不需要用到你的汽油 所以你可能打一缸油 你可以拿一个月或甚至是以上 这个就是PHEV 我觉得它迷人的一点啊 在你需要节能的时候 它可以给你一个存电动的行驶里程 然后在你需要动力的时候 它又可以让这个电动机跟涡轮引擎一起处理 所以这台车真的开起来 就是非常的爽 OK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四驱驶驶 它是基本上以纯电动的这个方式来行驶 那么到了高速公路呢 我们现在就来高速公路试一下这辆车 OK 讲真的 462hp 的综合马力 跟709Nm 的峰值扭力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讲真的呢 很多年前我就试驾过这款车 不过那时候还是旧的版本 马力没有那么高 其实 那个版本对我来讲 我觉得马力都很强的 可是在这个版本下去呢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你可以看 它这个起步真的是用冲来形容 如果是讲你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要超车的话 你真的是一次出力 你的油门深踩一点点 这个动力就来了 一下子罢了我的速度就到110 所以这辆车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它那么大辆车 只是2.0的涡轮增压引擎够不够 就算讲今天你是在没有电的状况下 这辆车呢 动力还是非常的足够 已经超过300hp 了 在动力你完全不用担心 Volvo 的车 你担心它什么都好 你根本都不需要去担心它的动力 你可以看 OK 现在 它在电动机跟着一个 engine 一介入之后 它的这个加速表现真的是恐怖 来形容 真的是用恐怖来形容 我没有开玩笑 这个462hp 真的是 我可以讲这个价位 你可以买到动力最强的 SUV 应该就是它 这一点完全真的是 不需要去犹豫太多 然后接下来讲完了它的动力表现之后 就来讲它的这个旋调 这辆车其实是配备了 AirSUS 也就是这个空气旋调 所以它的舒适性是不错的 它的这个舒适性 它可以根据你的驾驶模式来 调整它的软硬程度 然后接下来就是 它还有这一个 升高跟降低 我觉得这个升高跟降低 在马来西亚 尤其是最近可能会很实用 因为 我们已经进入雨季了嘛 所以 可能 路上你会时常遇到淹水的状况 那个时候你可能调高 这样车的车身高度 它就可以涉水了 这一点我就觉得 好像还蛮实用的 不过呢 其实它主要还是为了给你 有一个更好的通过性 跟着更好的舒适性 这辆车我曾经载过我的家人出门 其实他们就觉得还不错啦 就是舒适性也好 然后这个柔软程度也好 然后这个椅子的支撑性也还不错 所以很明显这辆车定位 就是一辆动力很好 配备很强的家庭XUV 而且是豪华XUV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预算 大概是在40万令吉左右 然后你想选一台家庭车 然后你想要体验一下科技感 也要不错的动力表现 那么这个XC90 我真的觉得是一款可以考虑的车 你看 那么安静的车厢 那么强的动力 加上那么先进的安全配备 智慧票价 OK 刚才我们也跟这个Federal Auto 了解了一下 这个车子呢目前它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是官方认证的二手车 官方也进行检查的 他们也确保了这个理数没有造假 所以你买到的是货真驾驶的车款 然后第二点就是 这些车款呢 它的价格大概是比新车便宜的 大概12000到15000左右 重点是他们全部是2022年租车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相比的话 其实还是蛮划算的 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 你还是可以拿到新车的利息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价钱 确实真的便宜了很多啦 这一点我觉得都是值得考虑的点 其他的点在于 如果讲这款车你想要安放自己的 这个薪水的车牌的话 其实它也是做得到的 各位觉得这些特点能够不能够吸引你呢? 如果能够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Federal Auto 呢 其实是马来西亚最大的Volvo代理商呢 他们在1960年代就开始代理这个Volvo的车款 目前在马来西亚呢 他们有三个展示定根维修点 分别是在Gran Mary 吉隆坡还有槟城 所以这三个地区你买到这个Volvo的车款呢 也可以回去找他们维修 他们的这个服务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最后我要讲的是 刚才我偷偷去瞄了一眼啊 这些二手的这个XC90呢 其实存货不多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来这个Federal Auto 试驾这个XC90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 我们会在下方简介栏放上这个链接 大家可以从这边注册哦 OK啦 我们在这边 再次感谢这个Federal Auto 借出场地跟车辆 让我们拍摄 大家下一期还想看什么二手车呢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